。 赶磐 让人看见了 让他看见好了 靠夫子 没有人 只有我们 还有两只小鸟 该笑我们呢 这喜欢的我现在看 都觉得挺慌 谁慌 你慌啊 我慌 你慌什么呀 你都成这样了 都不追求一下 追求什么 就是拍完戏以后说 我觉得拍完戏之后 咱俩能不能聊一聊 这种话也不敢说 那是拍戏 你就拍一个聊一个 没完没了了就 当时拍这段戏的时候 您紧张吗 再说实话 紧张 那时候紧张 倒不是拍戏紧张 主要是那个什么 摄的组给闹了紧张 为什么 说今天要拍一个 接吻的戏 这个接吻的戏 咱们也确实没接过 而且这个也不叫接吻 叫亲 亲脸 就亲一下 亲一下 不叫吻一下 对 或者是也不叫吻 吻嘛 在这之前 你还没有过这种体验吗 没有啊 深的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紧张 太可怜了 紧张 你想想 在一个没有体验过 闻脸的一个男孩 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那你说可怜不可怜 那不 那是一种享受 你老像你这样 逮谁吻谁 哈喇子东西 那这不是享受 那不是 当时 然后摄氏族 我要是什么的 就是很多记者 有几个记者知道了 哟 他要拍吻戏 哗 一大早就知道 在这个地方拍 就来了 来了以后 他知道摄氏族不让他拍 他就躲起来了 躲起来以后 摄氏族的制片部门也坏 就方圆 这个口啊 叫工作人员 全给把他 把他撵走了 这一撵走呢 本来拍戏 是很简单的事 对不对 你拍戏 肯定要有大家看嘛 对 你心里边就很放松 你把他弄走了以后 反而紧张了 就到了一个 空旷的一个地方 但是摄氏族的镜头 在这放的呀 对不对 觉得 他的享受 会不会被偷看到 总觉得 又没人要偷看我们 就这个比较紧张 但是呢 演了演了以后呢 这个 第一没接过闻 咱也不知道 第二的话呢 这个 这个男女在一起啊 这种气息啊 如果现在都能感觉到 特别温馨 特别美好 所以呢 你看那个眼神吧 不做作 对 对 很真实 不做作 虽然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有演技 但是 没有演技 对 没有演技 纯的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自然反应 那个脸红的感觉 都能开出来 碰了你一下以后 哗就脸红了 真的脸红了 现在你像王维念 肯定红不了 可能白了 这个就是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的恋爱的 生活中的恋爱的美好 和拍戏的恋爱的美好 所以我们导演老说 这个那个时候 就像一个一个 这个暖水盖一样的 就老不把它打开 打开了就没啥意思了 知道里面是热水 但是老不把它打开 一点点放着 那么这种爱情 老在心里头涌 所以拍出来吧 真是耐看 所以这个镜头 每次看到这儿 包括庐山天天放 每天在放 每天 现在还在放 现在还在放 所以人家方静罗老师 说多对啊 说从早到晚 对对对 都在播你们的庐山恋 对对 非常好非常好 您是南方人吗 我四川人 但是您老倒上海话 是吧 您是四川人 四川人 因为我六岁到了上海 现在上海话 说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知道 上海话应该怎么说 所以有时候 倒一倒 好爱你 也就是说 很多人都认为 您就是土生 土长上海人 其实也算是了 六岁到上海 半个上海人 半个上海人 对啊 那张瑜也是上海人吗 张瑜山东人 他山东人 你平时跟他联系多吗 最近联系的少了 最近少了 好几次 那次打电话 他也没有接 没有回 不知道上哪去了都 他是在国外生活的 他应该在国内吧 应该 你估计他今天会来吗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们俩的神通广大 我现在把我的闹蒙了 你把方金瓷都请来了 张瑜来不来 我就不知道了 来吧 我们来看 下一位 反正是你们就瞎饮吧 你不放我饮在沟里 就不放休 是 对啊 对啊 对啊